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看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洋葱加入红酒的奇迹医疗 大家都知道红酒是有抗氧化成分 洋葱也可以提升免疫力 杀菌 加起来原来是一种非常好的保健的良方 可以医治到很多种病例如是关节痛、白内障、老人之外的症状 而且浸过洋葱的红酒入口就更加顺 进口不喜欢喝酒的人都可以喝 关节痛,尤其是膝头疼痛 这个是特别有效的 相信大家都想知道如何做 材料非常简单 两个洋葱 红酒500毫升 或者如果你用一瓶红酒的话 就配3个洋葱 那么就先把洋葱洗净 去除表皮 之後就切成八等份半圓形的 接著就把洗好的洋蔥放入玻璃瓶裡面 再加入紅酒 如果你可以加上那些皮就更加好 把玻璃瓶封好 放在陰涼的地方 大概兩至八日或者一個星期 時間到了之後就把洋蔥 淋了出來 就把洋蔥和紅酒分別放在兩個瓶之中 然後放在雪櫃 飲法就是每日大概五十毫升 年紀大的話就是每次二十毫升 每日就喝一至兩次 把浸過的洋蔥片和紅酒一起食用就更加好 如果不喝酒的人 就可以用兩倍的水去稀釋了那些紅酒 或者就把那些紅酒放在鍋裡面煮 等酒精蒸發了之後才喝 如果喜歡甜味就可以加少少蜂蜜 聽你所形容 我想這個是挺好喝的 原來洋蔥加了紅酒 令到紅酒更加好喝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有人怕酒精 如果有人怕酒精 就把酒精揮發一部分 流出來的那些是 可以這樣說是洋蔥的汁 溶在水裡 好了 剛才說的這個方法 最近在日本是非常流行的 當然我曾經所說 是能醫治很多病的 到底能夠醫什麼病呢 第一原來高血壓的患者 如果喝了之後 血壓很正常和安定 還有能夠減低糖尿值 減低血糖 好了 還有第二 醉苗是連對老花眼都有很大的改善 長期飲用了之後 就不用戴眼鏡 都可以閱讀一般的周刊雜誌 好厲害 第三 如果你每晚都要去幾次廁所的 夜的尿頻症 喝了兩天之後 不可思議地恢復正常 哇 OK 好了 第四 如果每天晚上醒來 一直到天亮 都不能夠再睡了 或者不吃安眠油 就睡不到的失眠 那一族人 喝了之後 逐漸會緩解失眠的症狀 第五 如果眼睛疲勞後 看東西 看到蒙茶不清楚 喝了之後 第二天就會好很多 第三 如果經常肚子醬 有便秘的人 喝了之後 第二天就可以正常排便 現在看看 這是一個很簡單 很便宜的方法 對嗎 功效很顯著 相信大家都應該可以試一試 有些人說 我看到洋蔥就害怕了 我不喜歡吃洋蔥 但是你試想一下 如果洋蔥的好處這麼多 你再聽下去 你自己再探討一下 你會不會 雖然味道未必適合你 都應該去用一用 第一 我會發現洋蔥 比骨質鬆疏症的藥更加有限 哇 很多人不喜歡做洋蔥做菜 切的時候 當然會令到你流眼淚 也很多人很討厭洋蔥的味 但如果你想想一下 如果要自己骨肉 能夠結實些 身體長得高些 以及預防骨質鬆疏症的人 最好都是掩著腿 也要多吃洋蔥 因為根據一些權威的期刊 即自然雜誌最新的報導 他說洋蔥是最能夠阻止 骨質流失的一種蔬菜 洋蔥預防骨質流失的效果 甚至比骨質鬆疏症治療 藥品還要好 這個是Nature Magazine 自然的 是一個外國世界的權威的刊物 直接說到這方面的效果 洋蔥可以預防膽固醇過高 根據哈佛醫學院的心臟科教授介紹 他每天三食半隻洋蔥 或者喝同等的洋蔥汁 平均可以增加心臟病人 約30%的HDL 即是高濃度的膽固醇 有助於預防動物觸氧硬化的膽固醇 是一種好的膽固醇 有利於保護心臟 洋蔥亦可分解脂肪 黑多博士診所裡的心臟病人 每天都吃洋蔥 結果發現洋蔥裡所含的化合物 能阻止血小板凝結 以及加速血液凝快溶解 所以當你要用高脂肪食物 所以很多時候配搭洋蔥 就會幫助抵消高脂肪食物 引起血液的形快 所以通常吃牛扒 搭配洋蔥一起吃是很有道理的 好,洋蔥亦可預防胃癌 洋蔥和大蒜、大蔥、蔥菜 這一類的蔥屬類的蔬菜 都含有抗癌的化合物質 研究人員在中國的山東省 一個胃癌的羅患率很高的地方 所做的調查發現 當洋蔥吃得越多 得胃癌的機會就會越低 洋蔥亦可對抗酵症 洋蔥裡含有至少三種抗發炎的天然化合物質 可以治療酵症 由於洋蔥可以抑制組織胺的活動 而組織胺是一種引發酵症過敏症的化合物質 另外在德國的研究 洋蔥可以令抗轉發作的機會降低 洋蔥可以治療糖尿病 很久以前洋蔥是被用來治療糖尿病 到現在醫學也證明洋蔥確實能夠降血糖 而且不論生食和熟食都一樣有效 原來洋蔥裡有一種抗糖尿病的化合物質 類似一般人常用的口腹降血糖的劑 叫做甲環丁安 具有刺激胰島素合成和釋放的作用 其他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洋蔥可以預防失眠 將切碎的洋蔥放在枕頭邊 不用吃也行 洋蔥是特有的刺激成份 能夠發揮鎮靜神經有人入睡的神奇功效 感冒的時間 亦都喝些洋蔥熱味的珍湯 很快便可以發燒退汗 我自己的爸爸也是 他自己很久都用這個方法 他一覺得有些激感冒的時候 他就馬上煮洋蔥湯喝 加些味噌就是味噌 如果鼻塞 用一小片的洋蔥 塞進鼻孔裡 洋蔥的切激氣味 就會令到鼻孔 瞬間立刻暢通起來 如果咳嗽 用沙布包住切碎的洋蔥 覆蓋到喉嚨到胸口 即是在外面那裡 胸口也很快能夠抑制咳嗽 所以你看到洋蔥原來效果這麼大 我們經常都說醫食同源 其實很多時候食物的治療效果 是遠比我們用的更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預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旅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